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李慕恩采访报道 独家,中共销毁疫情资料,亲历者详述场景 近期有多地民众披露,中共要求销毁疫情期间的所有资料 一名参与销毁资料的医生,3月10日向大纪元披露了详情 该医生在中国北方一座城市的医院供职,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 他说,销毁染疫患者资料一事,从去年年初解封后就开始了 2022年12月,当局突然解除了持续三年的清零政策 导致疫情在全国各地大爆发,大量患者挤报医院,病医馆里排起了长队 该医生说,他所在的医院销毁资料的次数大约是一个月医治二次 他说,因为医院是资料最详细的地方 死人必须有医生两个人及主治医师签字核实,给出死亡原因才能火化 据他透露,销毁的资料包括登记来看病的,疫苗注射,住院抢救 当时的症状和签署死亡证明,死亡讨论,用药等等资料 还有公安局有关人员签署的死人原因为疫情死亡,准于火化证明底根 他还说,销毁行动每个月经当地公安局政委批准和副县长签字 在六个人包括警察的监督下,在专门的地方焚毁 一般都是半夜把相关管资料的医生从被窝揪出来,到医院取出资料,押上车去火化 不准带手机,他说,有的时候一个月两次都是口头通知 一次大约销毁一百多份,根据医院大小,销毁的数量也不同 盖医生说,去的时候车窗掩盖,到了地方四周,看不见别的东西,也不知道东西南北 车有的时候好像是走了很远,有的时候是绕圈,也有执行的时候 据他描述,焚毁现场戒备森严,都有警察和干部专门把守 还有当地武警中队持枪站岗 有一个很大的坑,有梯子,七八层深 网资料上浇热白蜡,浇汽油,酒精后,人撤出去 参与的人有穿白衣服的,也有穿黑衣服的,他说穿黑衣服的是警察 都不说话,那么就不容易辨认出谁是谁 他说,在医院里,大家都不敢谈论这件事,大数据这么严管,谁敢说 医生都是叹气,说这世道不好混 该医生表示,医院领导警告他们,要想活着,就闭上你的嘴 有大陆民众近期告诉大纪元,中共要求所有资料都不能留 纸质的不能留,电脑上的也不能留,打疫苗的记录要删除 核酸检测的记录和整个抗议过程中政府一些出洋项的东西,全部要销毁 去年3月,江苏无锡就已经销毁首批涉议个人数据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去年3月2日,无锡市举行涉议个人数据销毁仪式 首批11条,总量达1.7太字节的涉议个人数据成功销毁 这名匿名医生认为,当局销毁资料是怕泄露秘密,就是为了加强保密 怕国内的人把这个事弄到国际上去 是为大陆下一步的计划扫清账 他没有透露当局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疫情期间农村染疫严重 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到农村去 他披露了在疫情期间农村的染疫情况 解封后,疫情大爆发 由于贫困和医疗系统的薄弱 许多农村地区家庭受冲击尤为严重 农村吃不起药的人有了新官的 在家等死的比比皆是 有的甚至是整个村子都没有了 他说,当地就派人用汽油、柴油喷一切能烧的 用火枪点着了,整个村子也是没了 然后拆迁,用不了几天 就看不到整个村子,村子消失了 还有很多孩子也死了 可是爆的人口依然存在 人死了,如果注销户口了 上级给的补助就会被取消 他说,中共强制全民打疫苗的时候 有的一个人都打了四个人份额的疫苗针 得把死去人的针都打出来 村支书给村民打疫苗一个人获利500元 消耗了这钱不就没有了吗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 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